歡迎收看5月30日的《明報》5時半新聞直播 最近多年有三個青年 就位上火車路軌上面 差點被洗智的火車撞到 家行突然取消了航班 令到一個盡量錯過了限禮 而且還沒有為他提供住宿和食物券 安散今天的確診住院人數有611人 其中的147人是ICU 安散今天有547宗陽性個案 檢測陽性率是6.9% 多倫多有151宗 陽一區有63宗 皮區有35宗 聯邦自由黨今天宣布引入動議管制槍械 其中包括凍結售槍進口和買賣 另外法案也將會禁止涉及家庭暴力 或者有刑事騷擾案底的人持有槍牌 出售大口徑槍械也會被禁止等等 不過自由黨政府就沒有全面禁手槍 總理道路多說經過同多方商討之後 認為需要有另外的解決方法 現在會以國家層面的角度去處理這個問題 想知更多細節的話 記住留意明天出版的明報 都市聯通Metrolinks今天發放了一條視頻 看到一部高火車向前走的時候 有三個青年背著火車在路軌上跑著 差點走不及被火車撞到 根據將在火車頭上面的閉路電視拍到的視頻 看到一人站在火車旁邊的另一條路軌上面 而另外兩人即是火車前面的路軌跑著 其中一人快被火車撞到的時候 在火車前面穿過了路軌跑到另一邊 兩人都差一點點就被火車撞到 事件發生在今個月的20號地點一而逃逼谷 一條橫框漢伯河的橋上面 事件裡沒有人受傷 但都市聯通就提升市民 每年都有一百人因為闖入火車撞軌 或者環過撞軌而導致重傷甚至死亡 疫情期間為人為己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 勤洗手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瓦街淨水 加拿大的小商戶 預期由今年10月開始 可以選擇向使用Visa 和萬事達卡給錢的貢客徵收額外費用 從而將信用卡公司向商戶收取的費用 轉嫁由持卡人負擔 即是信用卡持有人用這兩款信用卡結帳的時候 可能要另外付手續費 而最高的手續費是不可超過2.4% 這個變化是來自於對Visa和萬事達卡 發起一宗集體訴訟的和解結果 根據這一宗集體訴訟的和解協議 Visa和萬事達卡是會修訂他們收取付加費的規則 允許小商戶選擇直接向持卡人收取信用卡費 然後再繳付給信用卡公司 這個變化將會在今年10月6日開始生效 到時每一個信用卡網絡 將會向商家開放登記註冊程序 讓商家決定他們是否直接向顧客收取這些付加費 但是商家向顧客收取付加費 就要提前30日前通知顧客 商家可以選擇決定向哪一款信用卡收取付加費 但是都不可以超過2.4% 如果真是信用卡持有人 每一次找數都要多付2.4%的話 除非當時真是很沒錢用 否則請問哪個人會用信用卡呢? 國際貿易部長伍鳳儀被指向一名朋友 兼自由黨策略師批出一份價值17,000元合約 聯邦操守專員今日表示會咒事件展開調查 拿到合約的是一間叫Pump and Circumstance的公司 這間公司的創辦人之一Amanda Avoro 亦是伍鳳儀的朋友 據知伍鳳儀的辦公室在2020年春季 向這間公司批出合約 舉辦媒體培訓班 聯邦保守黨國會議員James Bissette 認為伍鳳儀批出合同時 可能違反了利益衝突法的幾項規則 所以要求聯邦操守專員Mario Dion調查事件 Dion今天發信回應指她會調查事件 看看伍鳳儀有沒有運用任何影響力 而推進其他人的私人利益 而自己就可以置身事外 伍鳳儀透過發言人表示 指她一直嚴格遵守所有規則 並審查各張合同 確保遵守採購的守則 聯邦下議院今天將會投票決定 是否結束加拿達的旅行防疫限制 由保守黨國會議員Lance Mann提出的動議 將會在今天下午三點進行辯論和表決 目前聯邦對入境旅客規定 是要在機場接受隨機的PCR測試 接受邊境人員查問 和強制使用arrivecan應用程式來申報資料 這些都是令入境旅客完成再度 而近期加拿大各大機場出現的大混亂 亦被歸咎是由聯邦政府這種防疫限制所引起的 Lance Mann的動議說 加拿大人目前在機場經歷不可接受的等待時間 專家認為目前的措施是無效的 只是會導致額外的熱議增加成本和造成混亂 動議還說 加拿大的國際盟友已經取消了在機場 和其他入境點的疫情限制 加拿大現在只是失去了商業和經濟機會 所以呼籲自由黨政府立刻恢復到 疫情前的旅行規則和服務水平 加拿大目前是世界上唯一 仍然禁止未接種疫苗的公民 在國內乘搭飛機、火車和郵輪旅行的國家 近年的航班非常不穩定 旅客隨時可能會被航空公司改機票 殺過措手不及 最近一個晉身娘原本坐加拿大飛機去到美國鳳凰城結婚 但是因為航班突然取消令她講不及行禮 而加拿大也沒有為她提供住宿和食物券 令她要被迫在機場過夜 晉身娘Dora原定了上個星期五晚坐飛機由多岸多出發 星期六的時候去到美國鳳凰城行禮 但當她上飛機後 機組人員突然廣播說 一個空中服務員出現了更加必要事故 所以要延遲起飛 但最終因為航空公司找不到人來領替 所以取消了航班 Dora只有預訂過第二天的機票 但是航空公司既沒有提供酒店住宿 也沒有提供食物券 她只好被迫在機場過夜 當她去到目的地的時候 已經交完定時間遲了十四個小時 令到她趕不及行禮 而且還因為沒有睡好 在整個婚禮過程中她也很睏 在晚宴的時候近機幾乎睡弱了 事後加航確認 這班機的確因為更加異議事故而被取消 但卻沒有解釋為何沒有受影響的乘客 提供著宿和食物券 安省競選活動進入倒數階段 各黨政綱旗次鮮明 現在交給選民星期四投票做決定 安省進步保守黨黨魁福特 今天在Ottawa表示 一旦連任會繼續重建安省經濟 他說該黨可以給市民有更多金額的糧攤 又可以將經營成本下降 不需要再付車牌跌費用 和確保降低汽油稅 他說該黨會繼續在省內的基建計劃 包括興建高速公路 他承諾會擴建Ottawa的高速公路 應付這個地區的人口增長 安省新聞主黨黨魁賀華斯 今天在多倫多說 一旦當選會加強具有質素的狐狸服務 他說市民去急政室求醫 應該可以獲得護士馬上照顧 不需要擔心因為服務不足 擔憂自己未獲得妥善照顧 他提醒市民進步保守黨 只會不斷削減政府服務開支 新聞主黨暢議贈聘3萬名護士 安省自由黨黨魁鄧德華 今天在多倫多說 一旦當選會集中改善學校 他批評複特執政期間 學生都要上網課 課堂上學生人數不斷增加 而教職員也面對更大的壓力 他說公共教育系統的經費削減了13億元 他會馬上取消413公勞興建計劃 將節省的100億元開支 投資在校園內 安省陸黨黨魁斯賴納今早早在多倫多說 一旦當選會推出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 他說現在仍是5月 多時已經接到浩熱警告 反映氣候變化的嚴重性 他說現在必須改變一貫 默守成規的政治規範 回應選區關注可負擔能力的訴求 應對氣候變化 建造更多具有關懷和節能環保社區 邁向應對氣候變化的經濟 他重申 六黨可以作為領導 其他黨都可以跟從 天氣報告及油價由華創公司特約贊助 多倫多今晚氣溫約18度 明天平均氣溫約32度 今晚油價2.03 明天預計會沒有升跌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國家主席習近平 今日下午是北京調余台國賓館接見後任特首李家超 習近平讚揚李家超愛國愛黨 立場堅定敢於擔當及積極作為 他指李家超在不同的崗位理直盡責 並且對維護國家安全及香港繁榮穩定有貢獻 對李家超充分肯定、充分信任 而且相信新一屆特區政府施政一定會有新氣象 香港的發展亦會抱歉新篇章 習近平又提及新的選舉制度 指香港先後成功舉辦選委會、立法會及特首選舉 認為實踐證明了新選舉制度 對落實愛國者治港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亦符合一國兩制方針 及符合香港實際發展需要 必須陪加珍惜及長期堅持 習近平又說 今年是香港回歸25週年 認為即使經歷了許多風雨挑戰 但是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獲得成功 中央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決心 從未動搖 不會改變 李家超就向習近平表示 他感謝中央的信任和任命 形容獲得任命是畢生的榮幸 承諾會刻盡己任、肩負使命、全力以赴 前年在銅鑼灣時代廣場的和理lunch 有拿著國旗的線紋和示威者爭執 同正義姐藍雪堡同火的女商人 早前被裁定在公眾地方打倒罪成 被判罰款3000元 這個女商人不服定罪提出上訴 案件要書面處理之後 高院袁仲廷今日頒下了判次 只有證供顯示 女商人被襲擊、被強扯頭髮和被拉落地 認為原審裁判官的裁決並非允妥 裁定女商人的上訴得直 她的定罪和刑罰都獲撤銷 上訴人為商人宋喜倫 原審裁判官根據片段裁定上訴人 而雙手推黑黑衣男子展開身體接觸 並非處於智慧 而法官道理兵正為 原審裁判官在裁決的時候 過分依賴片段 很難看到她連同另外兩個證人 即是林雪寶和警長的證供一起分析 和在混亂裏面拍攝的片段 有些角度的畫面或者誤導 而上訴方說 由於當時一個黑衣男子走近 和用手機拍上訴人 所以上訴人才推開對方 法官認為被拍攝者可能會擔心 個人安全和權利受損 證人的證供 也都清楚地描述 上訴人被襲擊 他被人強扯頭髮和被抓地 但是原審裁判官沒有就相關的片段 和證供分析 定罪裁決並不妨 上訴方又指出 在法律上一個人不可以構成打鬥罪行 但是上訴人推開了另一人 並不是發生打鬥 而原審裁判官錯誤敢以示作為定罪基礎 杜麗兵同意 控方被人九一學無合理二點下舉證 所以撤上訴人的定罪和刑罰 社民年前主席王浩銘今天刑滿出獄 他說感覺到香港的變化很大 但是會繼續留在香港 希望和戰友一起繼續努力 為香港社會公義和民主奮鬥 王浩銘因為涉嫌組織和善華他人 參與前年10月的九龍遊行 而入獄14個月 他今早出獄之後 他只在籌的時候 也都感覺到香港的變化很大 他說入獄的時候 支聯會、職工盟、立場新聞和眾新聞 仍然在這裡 但是出獄之後已經沒有了 認為雖然時局不同 但是仍然相信 19年香港人的經歷和感受都沒有變 也都相信香港人 不會為當年的區選特別決定而後悔 王浩銘又說自己刑期較短 是好運的政治犯 表明日後會繼續留在香港 其不努力為香港社會公義和民主的奮鬥 又說對走了的香港人沒有埋怨只有祝福 認為離開的決定也不容易 相信他們即使在外地 都會支持香港人繼續堅持民主公義 剛剛在觀眾席 谷特超導演問 他是不是每晚都是這樣唱到這麼晚 就是在26場的演唱會順利完成 很多朋友很大力支持你 那你現在自己的感覺、心情是怎樣 甚至少肚餓、累累之外 我又沒有肚餓很累 我只是覺得去到aircall才好像剛剛開聲 可能氣氛很好 還有今晚很開心 今晚是我有史以來最多嘉賓的一晚 三個嘉賓 今晚最後這一場自己的情緒是怎樣 哪一個去到最高點 亦都很觸碰 其實我覺得最頂不順 最搞不順就是和軟子 我沒有想到他的封信 能夠搞什麼 還有很多回憶 真的 今次這個演唱會 是很多朋友 真的很多年很多年的老朋友 好像請喝那樣 我覺得自己 很多新朋友 所以我都很開心 你自己有沒有一個嘉賓 或者有哪個朋友 來不了 真的有點遺憾 其實今次是有一些嘉賓 因為我們補償的原因 所以沒有出現 即是時間上面 是的他們的時間 因為疫情一活和 變成他們很多電影 很多其他project 都動回 但是沒有很開心 就是他們都很support 用各種方法 所以不給你以為 我覺得一定有機會 唱這位大哥 三、二、一 三、二、一 好 我們去左邊 中間 中間 還有右邊 很多 我給自己 今晚 今次演唱會 我覺得有80分 那20分 是有些機件故障 那 是 不過我經常都覺得 大家都是給那麼多錢 進來買票看 那我應該每晚 保持一個標準的水準 即我和設備 和所有的人 都應該是一個水準 是沒有錢賺的 慢慢地唱歌 對 對 我自己今天回來計算數 都罰了過百萬 整個秀 整個秀 因為 其實基本上我們由第一場 一路 就 4N call 5N call 但是沒有辦法 你問我 觀眾 除非紅館 因為紅館有同事 他們有老公法例 有保險 始終是政府的機構 但是如果沒有那些因素 他們站多久 我都會唱 因為我覺得那些是愛 真的 還有很開心 這次 常常都四五個N call 又很難得 老闆又覺得很開心 他覺得 尤其 在幾個月的疫情當中 就是 香港人是很需要一些娛樂 所以我都很希望 大家可以盡興而歸 真的 老闆聽到要罰過百萬 有什麼話跟你說 對於他 我想對於他來說 失失碎 哈哈 不是 老闆也是一個很 英勢則勢的人 但是他覺得 始終 他也跟我說 我有回答給他 我說不好意思老闆 我慢慢罰發都 他說不要緊 他說沒有什麼 比你的支持者對你的支持 特別現在 老實說 一個全新的樂壇 大家都看到新的局面 但是我依然有這麼多觀眾 來支持我 還有 有這樣的入座率 我都覺得 是很需要珍惜的 很開心 老闆又很支持 這次嘉賓方面 是否錄了很多人情卡 你每晚都幾個 你都這麼大的 其實 與其說錄卡 不如說 他們都很 很疼我 我搞不定 我真的搞不定 哇 他那封信 是一夜淨過來 還有呢 其實我不主張嘉賓送禮物 因為我覺得大家來 已經是一份禮物 每晚過我都 每晚過我都 搞得我覺得 我是不是榮優演唱會 好像唱完收山 那樣 我會私下再約吃飯 還有 沒有 都是在心中 將來有任何 事情 我公事好 私事好 幫到他們 我一定是兩協插刀